228连续假期第一天天气就好转了 很多民众迫不及待要出门游玩 不过也提醒大家呢 出门可以携带自备的环保杯 环保餐具还有环保袋 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不仅可以降低旅游垃圾 还可以提升个人的卫生品质 兼顾环保又卫生安全 228连假开启 天气好转 许多民众应该迫不及待想要出门玩 不过初约时建议大家 可以自备环保杯 环保餐具 以及环保袋 不仅能减低旅游垃圾 同时也可以提升个人的卫生品质 兼顾环保又卫生 台湾环保局指出 少用一个塑胶袋 少拿一根吸管 少丢一个饮料杯 对个人是小事 不过根据台东观光旅游网统计 2021年2月份 台东县的旅游人数约有80万人次 每个人减少使用一次 就等于减少了80万个塑胶袋 吸管饮料杯的垃圾产生 对环境绝对是大大的帮助 旅游的同时也能为垃圾减亮 并以爱护自家环境的心态 随手带走制造垃圾 共同维护这片美丽的土地 JHR综合报导